不知道有沒有人 印刷廠房倒塌 居民從高處往下拍 五樓變成一樓 這一幕實在太驚悚 第六大翻身 可以看到整個廠房的後半部 是全面倒下來 而且現在的情況是非常的嚴重 雖然已經有人脫困 但是還有人受困在裡面 特殊人員現在已經趕緊現場 就是要想辦法救出受困男子 我們一來上班 然後公司裡面就發現很多落石 然後看到隔壁的 他就說他們廠內有石頭掉下來 然後有扎到人 就稍微清傷 然後後來是陸續才知道說 隔壁的三樓四樓樓梯間 有壓到一個人 特殊人員搬著梯子 全副武裝進入坍塌的廠房 因為就在早上8點08分 新北市中和這間五層樓的 印刷工廠坍塌之後 一名年約40歲的男子 受困在三樓半 特殊部隊出動更多的設備 但也要非常小心 因為餘震不斷 當地面再度搖晃 搜救人員也要緊急撤退 警校初步疏散54個人 也在第一時間救出了 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他們目前都是輕傷 但看看屋內的情況 全面擠壓坍塌 雖然受困男子已經聯繫上 但他疑似被東西卡住 進退兩難 那原則上看起來就是 他一樓支撐不住 一樓支撐不住 一樓掛掉二樓 掛掉三樓 就一直往下拉下來 就是三樓的一個做 類似那個什麼 股票上市的那個禮品的公司的 他們目前是有一個人卡在裡面 可是那個人目前是沒有事 因為他剛好躲在那個機械上 根據附近廠房業者表示 一樓是坍塌的廠房 一樓是印刷廠 器材破一元 全部被埋住壓壞了 二樓是桌遊廠 三樓是禮品廠 四樓是倉庫 五樓是電子工廠 新北消防局如今也是派遣 搜救犬深入災區 警方也在周圍警戒 家屬們接過通知 全都趕來現場 望著突然倒塌的廠房 期盼皮安生還的消息 TVBS新聞廖廣民理姐 新聞什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